好 花莲这个凌晨发生连续两起规模6的超有感地震 不仅仅建筑物倒塌了 台11线从水帘到基旗等山区路段都有出现多处的落实 那么稍早呢警方消息指出 现在台11线34.5到35k处有出现多处的落实 那么这个路段因为落实以及地基掏空 目前双枪是无法通行 道路呢是暂时封闭 几块大石头就硬生生的躺在路中间 前面就是隧道口 再往前看道路也都有道路掏空情形 这是封冰箱台11线道路因地震造成多处的回旋 这几起的地震又再次造成花莲多处地方传出灾情 其中在封冰箱台11线34.5到35k 因为地震出现多处的落实 巨石四散在隧道口 另外35k处也出现地基掏空 目前双向都封闭无法通行 也提醒用路人注意 我们台11线多处有落实弹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台11甲也在12.8k也落实弹方 现在都已经进行抢通 那39k这个部分那还是请我们的用路人都注意安全 莫名乡长也马上前往各村查看是否有灾情发生 并且几处有落实地方也派机具来处理当中 那目前住家的部分也陆陆续续都有在做一些回报 那尤其是我在正后方的一个住家已经规裂到这么严重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乡民能够要先到安全的地方来居住 华丽县从22号晚间起地震频传 23号的凌晨2点26分 2点32分分别发生规模6.0 规模6.3的强震 各地纷纷传出了灾情 不仅仅是建物发生倒塌严重倾斜 其中台11线从水莲到基奇等山区路段 出现多处落实地基掏空 目前双向无法通行道路暂时封闭 记者高双双风冰箱采访报道